记录真实服务民生,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平时没事的时候,咱们很多人都喜欢玩两把牌 可您能想到吗,那小小一副扑克牌,里面还会大有玄机 在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叫郑泰顺,号称是中国的牌王 随便一副纸牌在他的手里,就跟变魔术似的 想要挤呢就来挤 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这是因为他掌握了藏在扑克里的秘密 郑泰顺说了,有一些人正是利用这些秘密来骗取钱财 现在每天都会有人来找他,倾诉自己在赌桌上述的倾家荡产的经过 那么这纸牌里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这位年轻人叫石建华,扑克牌差点毁了他的人生 他这次来找郑泰顺,就是要感谢郑泰顺,成功帮自己借了赌 那么扑克是怎么回了他的人生的呢 前期都是因为朋友这样玩,都是开始玩几块钱,几块钱这样逗玩 赌场啊,也有去看,看他们大把大把的钱扫进来 比我们的那么辛苦的赚钱,当然来得很轻松 那我也有去玩两次,也有赢过那么一两次 所以心里面也就比较激动,这种钱来得非常快嘛 就这样子慢慢的套进去,快一个月了,差不多一百二十来万吧 原来小石当初是从普通的玩牌一步步越险越深 而像他这样的情况,公安大学的李春雷教授就见过不少 长期的在赌局当中,那么每一次的输赢都在刺激他的心理,投机心理 或者说因刺激而产生的兴奋心理 或者说想下一步把它捞回来,捞一大把钱的侥幸心理 都容易日积月累,累积成一种像恶性赌博罪发展 而生活中,打牌玩钱的事情并不少见 您瞧这些人,在马路边就玩的热火朝天,根本就不在乎 那么,像这样打牌玩钱,算不算赌博呢? 几十元几百元,邻里相亲朋友 家庭成员之间这种打打扑克啊,玩玩麻将啊 有一些输赢的来往啊,这些属于一种消遣娱乐性质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赌博罪呢? 赌博罪是以非法盈利为目的 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这种行为属于赌博罪 聚众赌博的人数超过二十人的 还有呢,赌资超过五万的 不管盈利不盈利,这可能就会以赌博罪论除 您瞧瞧,虽然平时打牌玩钱还算不上赌博 但却非常容易越陷越深 有时候还会有人下套让您去钻 我也有去玩两次,也有赢过那么一两次 所以心里面也就比较激动,这种钱来得非常快 那我不知道这一两次是不是他们故意让我去赢,设了一个圈套,我都不懂 然后面就是不断地被骗取我的所有的血汉钱 小时当初认识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不怀好意 而他的辛辛苦苦挣来的上百万,也很有可能就是被他们用签数骗走了 有出签的手段,盈利多少,就百分之百的盈利多少 有这么高档的利润在那里面 而现在马上就要到年底了 李教授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农村赌博的情况就会抬头 农贤时节,有的地区可能商业,副业东西不多 有这些闲散资金,那么他可能就会凑在一起去取取乐了 或者凑在一起玩大了,就导致一种赌博 农村的情况真的像李教授说的那样吗 我们决定请郑太盛和我们一起走进乡村 让村民们了解赌博的危害 我们随便走进了福州的一个小村庄 刚进村没多久,我们就看见一些村民们正为一两张桌子在玩牌呢 我们走进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刚刚打完一局 您瞧,这桌面上还摆着钱呢 就在这时,一位中间妇女突然冲了过来 扯着一位红衣村民吵了起来 听听,这钱数还真不小呢 郑太盛决定给他们上一课 认出了郑太盛,村民们纷纷要求郑太盛给他们露一首 那我们喝起来,做砖,给他们骗的精光 都给他们杀光好吗,随便都放过去 有门牌,不干牌 你问他跟不跟 肯定要跟 那你打开三个斤 三个斤啊 三个是三 哇,这个肯定要跟 输了再多点 大家都很奇怪 正在说连牌都没看 怎么就能知道他们的牌面呢 他要是怎么把这些牌发给他们了呢 赌情这个东西啊 是太多太多 里面作弊的手法 我们高科技的手法 那么赌局里究竟有哪些签署呢 现在社会外面很多啊 什么卖有什么 密码扑克 透视扑克 村民们都没有见过这两种扑克 都很好奇 那么这两种扑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你们几个先查查这几张 看看 看得出来这里面还吗 你仔细看 但我告诉你看背后 你举细看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看不出来吗 好,我告诉你 你这里数过去第四个字 这个是什么 像不像一字 对 这样像什么 像二 那像二那可能你就猜它是二 那可能就是二了 看似普通的扑克牌 却藏着如此大的选机 您能想到吗 而这只是记号的一种 您瞧 这张牌看的就是条纹 从左数到右 第七条的条纹 比别的条纹都粗些 那么它的牌面就是七了 而这些记号 只有做的人才能看得出来 刚才是用密码的 现在用个透视的 如果说你只要用上这个牌 戴上隐形眼镜 您瞧 这扑克配上特制的隐形眼镜 所有牌都尽收眼底 那么除了这两种做了手脚的扑克 还有没有什么高科技的手段 被应用在了赌局上呢 你们穿的有皮鞋 皮鞋底下只要装有一点点小的针控 现在微型针控探头 反正是整张桌面都看得到 哎 他马上给你报 哦 最后是几点 最后是几点 赌场竟然有这么先进的作弊工具 让大家都不敢相信 只要正在顺序告诉我们 只要赌场里的任何一个物件 都有可能已经被做了手脚 您瞧 这看似普通的手机 一对准着扑克 与他们配套的电脑 就会把这幅扑克牌面顺序 以及各个位置的人将会拿到的牌面 全都分析出来 只要配合微型耳塞 操作者就能知道所有人的牌 都是什么东西都有 我对我的深刻 是真的很深刻的印象 赌局里有猫腻毒具 防不胜防 更有神秘千数 欺骗您的眼睛 究竟老千如何作弊 请继续收看 纸牌里的秘密 在见识了有猫腻的毒具后 村民们又有了个疑问 刚才郑太顺 明明用的是大伙正在打的牌 应该不会有猫腻 那为什么在发完牌后 他不用看牌 就能知道他们的牌面呢 有门牌 不看牌 你打开就三个斤引他 要说不作弊绝对作不到 但这都是一个手法的作弊的原因 你能够担保这一牌 绝对不差点吗 可以 玩牌拳 先一般都会洗牌 目的是要把牌洗散 那么完全洗散的扑克里 真的能够作弊吗 你们看到这个洗牌 很暖了吧 不够暖 再洗 再用招架洗 我们再来看他刚才的整个洗牌过程 您发现异样了吗 究竟郑太顺 是怎么在洗牌的过程中作弊的呢 他在洗牌的是这样的 我们转过来你就看得清楚了 这个是全部放在底下 放在底下 也没错 怎么说 一 他根本底下没有洗动 二 三 搁三架 再洗一下 一 那这不是又拖一张呢 二 三 再一 看到没有 二 三 再一 好 现在我们就去 我们来把动作放慢 真的顺 首先把最上方和最下方的两张牌顺下来 然后连顺两张最上方的牌 这样的动作他一共重复了三次 然后再捋最上方和最下方的牌一次 就马上偷偷的把手掌上的十四张牌放在了最上方 之后他就会假装用别的方法洗牌 可是无论再怎么洗 那十四张牌他都会保证在最上方 这样洗好后 我们看到有第一张十再第二张 这时郑太顺就要想办法将上间拿到第一张牌 这四张十郑太顺才能顺利拿到 否则这四个十就会被发给别人 看着桌上躺着的四个十 大家都傻眼了 这功夫好啊 怎么没了 而郑太顺告诉我们 这种方法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种 在组局里 不同的人数 不同的位置 以及想要的牌面不同 都会有不同的洗法 会让您防不胜防 真有这么出神弱化吗 大家将信将疑 郑太顺居然另一名村民切了牌 大家都盯着郑太顺的事 一切都很平常 郑太顺真的能拿到四个二吗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明明牌是自己的 并且洗牌和切牌也都是自己人 郑太顺怎么也能拿到最想拿到的牌呢 并且在三双眼睛死死惊着他的情况下 他又是怎么做的手脚呢 这其中也是大有文章的 用红酒酒做菜真方便 美味红酒酒 做菜好帮手 品味人生 品味精香 相聚时刻 欢乐共享 精香捧场 徐家魏敏家 和谐千万家 徐家地板 一种生出复合资料 国家专利 重变推荐 科学产业布局 合作力气开发 现浓动造商 超商热线 0744-6232-700 紫茉莉莉出美人 紫茉莉与荣贝 诚信沙发床垫 诚信品质 大家品味 山东合泽 赌局里有猫腻毒具 防不胜防 更有神秘千数 欺骗您的眼睛 究竟老千如何作弊 请继续收看 纸牌里的秘密 牌是村民们洗的 也是村民们切的 而正在顺就只是发了一下牌 那四个二就成了他的了 究竟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你们眼睛就好像说 认为说面上 花出来是一不一样 其实大家在花牌的过程 就不是这样的花 比如说你明明看了这张牌 是个三点梅花 那三点梅花 他不要这张梅花山怎么办 我想要其他牌 他慢慢的要个其他牌 你盯着看 不要梅花山 那梅花山还在这里 也就是说 在发牌的时候 郑大顺会从厚厚的纸牌中间 抓出自己需要的牌 但我们把他刚才发牌时的画面放慢 才能隐隐约约看 可想这手法得多快 不知道在下面换到哪个位置 你不知道 你知道吗 那你就知道 他怎么知道 你都知道 这就一个技能 这三张什么牌 我知道一个五 一个 一对五 他最大一个九 五跟九 那底下知道吗 底下这张什么七点 底下这张黑塔七 那第五张是什么牌 没有出来先告诉你 第五张是红桃 叫红桃四点 一 二 三 四 红桃四点 要说像你这样牌 给他闷牌被你要知道 难道你还不输 我这张就半公开告诉你们所有 给他发牌 看到这张七 看到这张九 原来正在顺在发牌的过程中 利用了这种方法 偷看了下方的牌 他告诉我们 如果要看到上方的牌 又会是另一种手法 让我们吃惊的是 其实我们知道了他在偷看牌 在他正常给我们展示的时候 我们仍然看不出任何或者 这也是十 那三七七 叫三 七 七 正在顺还告诉大家 现在生活中一些可以反光的随身用品 也会被一些人利用来偷看牌 大家发现 无论洗牌还是发牌 正在顺都掌握着主控权 那么 如果不让他洗牌 也不让他发牌 而是采用抓牌的方式 那么 他还能拿到自己想要的牌吗 可能是看出了大家的想法 他又让村里能洗牌 然后 在一个本子上 写了一个电话号码 我等一下抓出来的 也就是这个数字的号码 既没洗牌 又不是他发牌 他真的能抓出 他所写的号码吗 这里的数字跟这里面看 对对看 是不是很准确 看清楚了 我把这个号码对准 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么 郑太顺是怎么做到的呢 大家请求郑太顺 再做慢些给他们看 原来牌是从中间抓出来的 可是 这样抓牌 并不像发牌时 牌会一直在他的手上 他每次接触到牌 都只有短短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他又是如何知道 这些牌所在的位置的呢 只要我有碰牌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发现在刚才抓电话号码的牌中 只有在村民们洗完牌后 郑太顺曾经较长时间的碰过牌 而这个过程 也就短短的几秒钟 他就已经通过特殊的手法 偷看完了整副服客 并记住自己想要牌的位置 然后再靠特殊手法 一张张的把他们抓出来 一天在电视上面看来 可能有点质疑 真的有这么神吗 现在今天亲眼目睹的 看一眼真的很神 要感谢这个郑老师 在我们这村里面 其实教育了我 以后也不会再去读了 只要你们今天我给你们讲了 看一下子 不会再赌了 我今天到这里来也没有白奶了 这次我们的努力让一下村的乡亲们明白了赌桌上的秘密 我们来看赌这个字 我们把它拆一下 去掉左边的被子时 它是一个者字 而者在古文字中 它是代表人的意思 被当然代表的就是钱了 去掉钱还是人 当加上这个钱之后 就不是人了 我们称赌博的人为赌徒 在这里我们要先声明一下 刚刚在节目里揭秘的这几招 也只是赌场签书里的小皮毛而已 我劝您可千万别动什么歪脑筋去学 我们也绝不是要教大家如何作弊 只是想告诉您 赌场上有众多的骗术 马上一块到年底了 亲朋好友相聚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在这里呢 也要提醒大家 聚在一起 本着娱乐的目的玩一玩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不要让自己变成赌徒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 进入真实服务民生 明天的18点05分 我们依旧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